大家好 欢迎收看2100周末开讲 明依 观看完 我是顾明依 欢迎收看2100周末开讲 今天他一看的新闻真是不得了了 半夜才把他的这个违章建筑给拆了 但是今天下午我们看到苏家全的夫人洪恒朱女士 到一个建商开的画展当VIP 那到底这中间的落差什么 他还说老公加油 难道一点都不必闲吗 而紧接着我们告诉您呢 宋楚瑜主席这两天他坦诚说 真的百万连署他做不到啦 但是民调有可能会成为第二 这是他的信心满满的喊话 而且他看虽蔡英文吗 我们稍后呢会有很多的讨论聚焦在此 而先为您介绍我们今天的贵宾 首先为您介绍的是林瑞图议员 大家好 张晴明 庄校长 大家好 王宏委议员 大家好 张永华 永华哥 大家好 宇陈辉文先生 大家好 观众我们来先看一看 这个苏家全的农售问题真的好厉害 就是如这个陈辉文我的好朋友说的 从我出国前到出国后 已经都一个多月了 这个新闻能够延烧这么久 都已经快要超出我们一般的 对于新闻方面政治的这个尝试了 但是确实还在烧 因为呢原来发现有个违章建筑 就在两块土地的中间 而且连夜把它给拆了 工人拿着器具将铁架切割 一一肢解 屋顶的散热片更是早就拆下 准备再走 还有天花板也一片片堆叠整齐 更不用说屋内物品早就被搬光一空 苏家全夫人红横住了土地 被爆发上头有违规铁皮屋 没想到一早就来了工人忙着拆除 明明前一天铁皮屋还大门深锁 不过今天一早已经被拆得差不多 连招牌都不见踪影 原来爆发土地违规使用争议 铁皮屋已经连夜拆除 到底是谁下的命令 工人确实一问三不知 苏家全再度强调 土地借给姐姐后就从没再过问 到底有没有逃税问题 则是说要再问秘书 不过这次快刀斩乱麻 消息曝光两天内就立刻拆除 争议铁皮屋 似乎不想让事件持续发酵 这个铁皮屋原来苏家全 曾经有把它爆到财产申报里面 后来爆了两年以后赶快拿掉 然后这两天 因为有媒体一直在报道 所以赶快半夜把它拆掉 有些人做事喜欢半夜做 那你可以看到 昨天铁皮屋报动作非常快 等于说今天凌晨才拆完 今天凌晨拆完 你看你要报 几点几分你关店 然后几点几分开始拆除 然后清空 所有的每个动作都在里面 那这个铁皮屋 它在屏东市里面 所以这次苏家全 对于这个铁皮屋的处理 其实是蛮快的 我估计大概只有三天左右 他就马上承认 这是违建 然后马上就拆掉 校长 我这几天看你在电视上讲他 你看这一次处理就很明快了 超出我的想象 对啊 不过会这样处理 我们讲老实话 以民党的处理态度 假如他发现说这个事情 很明确的是违法的 他的速度就是这么快 那他觉得说可以再继续 灰色地带的 还是继续用其他方式来抵挡 他就会继续抵挡 但是我说老实话 补教人生演了一个多月 这个浓舍人生 我看是会继续演下去 为什么你知道 今天又切割成说 他这土地无偿 给他姐姐使用 就是要做切割 可是这样的切割 你就会回到一个公务员会出到的问题 那这么长期以来 他的店怎么来的 因为你已经承认他是违规 那一言最清楚了 违规的话 你没有门号 还有你是违当建筑 这还没关系 你的水怎么来 店怎么来 还有你的营业 营业必定有出金 这些一切后续 你要说完全把它切割掉 全部是他姐姐 我觉得这个问题 这会出现问题 其实我看到这个苏家纯 他们整个家族 在做各方面的这个问题 包括他本人的回应 我实在很不想这样子比 但是是不是会让很多 在台湾的朋友想到 就跟陈水扁家族的类似性很高 就是发现了一个 这个违法的事件的时候呢 首先他就是说 我不清楚 我不知道 像苏家全今天讲说 我多年前借给姐姐 无常使用 而且十几年来 我都在外头 所以我都不晓得干什么 真的可以这样子来划分吗 那接下来 如果再打下去 然后大家提一下去说 对我的家超家灭族 这好像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因为这一个多月来 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个猜得很快 刚刚董哥说三天 有点符合苏家全 前天讲的家破人亡 当然家破人亡是苏家全 亂讲的 显然没有家破人亡 观众朋友你可以讲说 这个铁皮屋拆得太快了 应该起来捍卫 应该找民进党的立委 去看国民党谁 谁有违建 也把它揪出来 应该比照浓舍的速度去处理 就把国民党其他人 我相信也有很多国民党的大咖 他们的这个后多后少会违建 应该会有 可是民进党没有这么做 你也可以说 他这个铁皮屋拆的这个 有点怪 因为就像刚刚明宇提到说 如果他的农舍 也是三天把它拆掉 这个 就不会闹成这样了 早就结束了 在你回国之前 这件事情都结束了 所以显然 苏家全这样的处理 我也不能讲说他快或慢 我交给观众朋友自己犯了 不过大家注意到说 苏家全的台头是什么 一推全部推给姐姐 用姐姐去承担 而且大家注意去拆的那些工程 因为我们屏东的同业有去采访 谁叫你听 老板叫我 老板叫我 不知道 都不知道 找了很多人用最快的时间 连夜把它拆除 显然 苏家全跟他的这个竞争团队 都会知道说 如果这个铁皮屋不拆 话题在延烧 那个民调会继续打了 何况他们这几天的 这个台义线的造势 终于要到尾声了 如果在这个节骨眼 铁皮屋被拿来做炒作的话 其实对 殷家配的选情是不利的 但是 辉文我跟你讲 除了龙社 除了这个铁皮屋之外 黄子的事情还有 还有 还有 这是董哥的预告 还有黄子的问题 我不骗你 所以 不要讲说 从台湾尾到台湾头 你再绕两千 回来还是在讲黄子的事情 因为他的黄子问题 他太复杂了 所以董哥的意思说 台湾线走完了 房子还没有停 还没停 绝对还没有停 但是你可以看到 你看 他维建有没有出租 那他现在说是他姐姐的 但是 这个维建 他旁边 大家看这里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就是他姐姐 跟姐夫租的房子 那 这边本来是空地 所以你看这个招牌的部分 他就用来做 那 他说姐姐做什么 他不知道 可是 他曾经 报告 他曾经在财产申报过 我给各位看 这是当年的财产申报 他当选屏东县长是民国86年 12月20号就职 那20号就职 12月20号就职就要开始填财产申报表 87年就出来 这是87年的财产申报 土地那时候有四笔 房屋有两笔 哪两笔呢 一笔在屏东市郭美段 一笔就是我们这个铁皮屋 他还自己著名铁皮屋 所以就很清楚了 面积是109.04平方公尺 这都是他自己填写的 那他那时候当县长 87年他当县长 88年 他就把铁皮屋的弄掉了 大家看 这些东西都他自己填写 没有人增加 有填这个地方 没有填铁皮屋 铁皮屋就不见了 就变地奥了 然后到了89年 隔一年 连这个地都不填了 你可以看 就这三年的变化 其实自己心里很清楚 这是有问题的 第一年刚当县县长 比较乖 比较老实 都要报 要不要被查到怎么办 第二年 铁皮屋就不见了 第三年 连土地都不见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他内心的那种挣扎 宏伟 其实你说他三天 其实我算算看 他这次非常明快 大概24小时左右 就赶快拆 因为他已经知道 资势体大 因为这个东西 已经是躲不掉的 刚才董哥讲 就是这个公职人员财产申报表 那他显然是87年3月 也就是他当选 大概三个月左右 他去申报 然后上面还写一个铁皮屋 这个其实他当他写铁皮屋的时候 他应该非常清楚 这个屋子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他根本就没有去申请建造 所以他就是一个违建 那他当县长对不对 那事实上他已经意识到 这个房子是一个违建 可是他在县长任内 他有没有做任何作为 他的唯一的作为 就是在财产生报书 让他非常神秘的消失掉 因为他怕被人家发现 那所以你这个房子 他是非猜不可 因为他是违建 那当然你现在好像变成说 他处理得很明快 当然我们现在说 他的房市还不晓得 还有多少事情会爆发出来 可是这件事情处理明快 并不代表这件事情 没有违法滥权的地方 这里面其实非常严重的是 你自己作为屏东县长 在屏东县境内有一个违建 你自己也知道 你如果说你这个房子 是交给你的姐姐使用 你不晓得 但是我想起问 所以他现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这个是谁填写的 难道是他姐姐帮他填的吗 是不是他姐姐帮他填的 这个财产生报书 不可能 所以他明明很清楚 他这个房子的状况 所以他没有做处理 那这里面后面还衍生的 刚刚讲 接水接电 接营业 逃漏税的问题 他不要以为说 今天这个违建 就没有什么税负的问题 这里面有包含 房屋税 还有他的房租的所得税 那我几乎可以断言 因为他竟然不敢写在 他的财产申报书里面 可见他相关的税 他都是漏掉的 所以这个事情 不是拆掉就没事了 这个即便是拆掉 还是要去追 追他这件事 就是在他当屏东县长任内 作为一个高级的公务员 作为一个这个 这个人民的保姆 带头违法 而且在你管辖的境内 你这样违法 那我想请问 在你县长任内 被你拆掉违建的人 情何以堪 你要怎么给这些人一个交代 所以 其实我们今天收到了 这样的公务员财产申报表 我们的制作人拿给我看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房子 就是这样的 一点一滴的 就是三年当中的消失 我个人称为是 幽灵屋三部曲 怎么会在第一次申报的时候 有地号 有铁皮屋 第二年在出现的时候 是有地号 铁皮屋不见了 让大家觉得不晓得是 所谓的这个违章戒主 那第三年更妙了 只有地号 房子都不见了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 幽灵屋三部曲呢 那我们回头来看 如果刚才 宏卫议员讲了说 不管他怎么样拆法 这就是有违法 有逃漏税的责任 我们能够来期待 现代的这个县政府去查吗 县政府的说法 妙透了 我们看一下联合晚报 今天的引用 苏嘉全太太铁皮屋 违建 拆了 苏嘉全的说法是说 给姐姐使用 违规该拆就拆 涉嫌淘漏税吗 屏东县政府的说法是 有现场才能追 他的意思是说 证据都淹没了 现在已经完全一片地了 所以一切都已经 成归成土归土 没事了 是这样子吗 我要请教一下 也是我们这个议员的 瑞涂议员 这是这样子算的吗 这个 这个台湾话 有一句话 又重疼 重疼 没天空 他这样子做 因为我对违建 我是相当的熟悉 因为我们士林北投 常常禁建 那我们讲老实话 这个违建 你第一个 它是属于县政府 自己指挥的拆除大队 各行政 像屏东市没有拆除大队 你在当县长 你自己盖违建 你怎么不拆 而且拆除大队 是我县长的再命令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刚刚洪卫有讲 国税局是管你的出租的 那个房屋的税 但是税捐处是属于地方税 税捐处是属于县政府管的 县政府你应该你要去查房屋税 我都知道 这违建 我们台北市的税捐处 一定会去靠你的面积 他就直接 对 违建是照样扣房屋室的 所以我还会说 他有现场才能觉得这句话 是完全不成立的 对 他这样 他有照片存在 他是一二楼 有照片 人家都拍到 有一二楼 他税捐处会照你的面积去丈量 他会看你照片 面积去丈量 你看你民国几年开始盖 那房子 他就要补 再来有一点 很 这个 他是违反消防法规 因为他上面有广告招牌 广告招牌要跟警察局申请 要跟消防局申请 你警察局消防局摆在哪里 你为什么都没申请 而且你开什么玩笑 现场的维建你敢来拆吗 再来我们校长刚刚有讲了 水电 严重了 这个水电那就严重了 因为你是空地 你没有房子 你要拿到房子使用执照 才可以申请自来水 才可以申请门牌 你的门牌怎么来 你的自来水怎么来 你的电力公司的电怎么来 还有一点是更重要 他曾经干过练政部长 练政部长是管警政署 管调查局 也管所有我们出入境管理局 移民署 你卖檀箱 租给卖檀箱 你知道檀箱是怎么进口的吗 是走私的 是走私来的 是 所以董哥我们看到 公司这个文件 被拆了之后 好像屏东县政府的说法就是 一切都没了 苏家全就觉得说拆了没事了 真的这么容易简单 所以这一次的那个非常明快就是这样 就是说等于说 礼拜四 在TBS新闻一种会爆出来 礼拜五礼拜六 然后今天凌晨就在三天就拆掉 为什么动作那么迅速 因为知道他是维建 知道他是错的 这个不用讲 要不然就不会这样赶快去拆 那拆完了以后 现在贫农县政府的态度最奇怪 为什么 贫农县政府管地价税管房屋税 我们如果家里有房子的人就知道 一个五月征收一个十一月征收 那这个是县政府的工作 他自己非常清楚 可是那时候维建 在做维建在租给别人的时候 县长就是输家前 民国八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号上任的输家前 他当了两届 那这个时候他还在大力拆别人的维建 而且获得非常好的掌声 这这么有气味 这拐柱这么厚的 把那个布法都拆除掉 然后留下自己这个布法的维建 去跟别人收租金 那他的低价税跟他的房屋税到底怎么样 这个没人搞得清楚 为什么 因为县长就是他自己 事实上今天输家前这个问题 除了铁皮屋 还有两个案 也跟房子有关的 未来都会慢慢一点一滴的出来 过去在选台中市长任内 有人已经提过了 只不过 只不过那个时候 大家五都市长选举聚焦 都在高雄 都在高雄 都在台北 都在新北 这三个地方 所以今天苏嘉全他享用说 我建局旅局的 我把它拆掉 但是他留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就是说耳后 耳后还有类似的 那你苏嘉全 你要不要处理 就是说今天我们看的是 很难过的 你自己担任过县长 农委会主委 内政部长 你统统 这些法规 我相信苏嘉全统统知道 所以他才会建局旅局 他是希望不要延烧 但是你重来不要延烧 他说是给姐姐使用 你把家人拖下水 还说国民党 国民党让他家户人亡 对不对 自己把家人 你拖下水以后 你还去指控你的对手 让你家破人亡 这个就是证明了 苏嘉全言行不一 然后自己家破人亡的话 应该是你苏嘉全一手造成 所以苏县长 我劝你一句话 学学陈定南 你也学学戴政药 更学学邱毅人 你看他们家的农舍 然后看陈定南的纪念馆 难道不能给你有一丝一毫的反省吗 所以国家婆其实我们看到苏嘉全先生 包括现在民营党的 他的一些同志都出来说 这件事情苏嘉全很委屈 是受到了国民党的迫害 可是我们还是要把事实回归到最基本 就是摊在面前 让全国的朋友们来解释 苏嘉全先生在民国86年当选县长之后 在画面上我们不断转出来这块空地 就是他自己跟他的所谓盖了一个违建的房子 因为他跟他姐姐红昏珠的名下 共同有这块地 然后他说时隔多年 他不晓得这块地的使用方式 可是我们必须要回到 刚才董哥秀出给大家看的 这一份监察院的财产人员申报表里头 这块地的土地团有权是红昏珠女婿 如果说把这个事情只是托给他的姐姐的话 这样子就可以交代过去吗 中间涉及了这么多年的违法 苏嘉全现在已经14年的时间 真的因为这个违建拆了就没事了吗 上个礼拜我们有谈到红红珠讲 有人质疑你的身体你就脱光吗 这个其实可以列入每年一句 因为讲得太好了 有人质疑你的违建你就拆光吗 这什么鬼 拆的是对的 那不见得 你的标准应该修正一下 这是豪宅 大家看到这边有几个 我们的乡亲细导 在干嘛 豪宅在这里 探头探脑 参观 这个门本来是不关的 因为万恶的邱毅讲了之后 他门就突然关起来 连部落路都跑掉 这些人在干嘛 那些都去洗 看老板的一种 所以这个董哥我们今天拆掉这个香烛店 拆太快了 来不及组成阿家的家 part two 然后就被拆掉 人家不拆你也骂他拆也骂你 这标准很那个 所以我才是一致的标准 你对农舍是什么态度 对这个香烛店是什么态度 那各位前面讲他已经确定他是违建的他就拆了 那农舍的部分呢 他没办法确定吗 苏家全那时候讲说 如果 如果捐会被人家讲心虚 这个我也同意 苏家全 那你三更半夜连夜把这个这个违建拆掉是什么 宣息 那你讲 那不是我讲 当然是 我是问他来 昨天吴玉胜已经被告了 大家多多保重 对啊 但是他那时候他就讲说 我如果捐了宣息 拆了也是宣息 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87年3月19号 他那时候申报 是有这个debiu 然后88年爆就没有了 就帝铁就拿掉了 可是这个debiu还是在 到了89年 连debiu都不见了 房子也不见了 你知道全世界最风行的书 这几年出了圣经是什么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最好看的 有一本就叫消失的密室 这个消失的密室 现在终于消失了吗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